之前有跟我朋友 就是聊到我們工作的事情 我跟謝偉其實在台北主要的職業是 在青行教課 就是在傳道授業解惑也 一直在教吉他 常常聽到朋友說 哇 我好羨慕你的工作 因為這是你喜歡你歡喜做的事情 然後其實 我也這麼認為我非常非常的幸運 就是我能夠用我的興趣然後要活我自己 其實我的學生有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就是他們有一半以上好像都習慣抱怨自己的 先是抱怨自己的老闆 然後再抱怨自己的工作好像比較多 其實我不曉得 女朋友有抱怨嗎 蛤 女朋友啊 女朋友抱怨什麼 你說抱怨工作的抱怨老闆嗎 他們有抱怨他們的女朋友嗎 抱怨 好 我差點了 沒事沒事 你太認真了 我不曉得出來 對 通常都會抱怨就是 就是老闆很不人道 怎麼壓榨自己 對 然後再就是工作 工作的環境不好 怎麼老鼠多啊 電梯太慢才上來啊 對 你要學這是做什麼 我好奇耶 會有老鼠 就是 我不曉得 好像真的在弄辦公大樓 好像就是有什麼事情 對 對 對 因為他們常常在我們家裡 其實我很珍惜 我的工作 那當然也是 也希望大家能夠 喜歡自己的工作 那當然 在喜歡之前呢 要真的找到自己的天才嘛 對不對 那像我 自認為我是比較後知後覺的人 其實我沒辦法去決定說 在念書的時候我一定 接下來我一定要幹嘛 對 我都是這樣 邊走邊看這樣子的狀態 對啊 其實有時候也會比較羨慕 也會羨慕一般正常上班族 他們的生態 其實不是羨慕他們上班的方式 只是想 就是 會知道他們 上班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會想知道 因為我們是創作者 我們常常會想要去找一些 一些大家的感受 收集起來 然後再做一些創作 對 好 這是 我的 最近碰到 常常碰到的問題 那下一首曲子呢 下一首曲子是我們 比較早期的作品 叫 叫 不要找借口 即便你已經找到 你已經決定做這件事情了 就不要找借口 說我一定做不好 我一定 沒辦法 我的老闆一定沒辦法賞事 就不要找借口 好像在說荒涼話的人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 我們希望 我們的音樂是跟大家 站在一起的 對 對 這首曲子的寫 寫作的動機其實 是在一次我們 我們出演了交友的時候 寫下來的 五滴五滴常常 遊山晚水 這也是很多朋友 很羨慕我們的地方 對 就是常常會到一些 戶外 咖啡店 然後一些 Life House 對 那 這一首曲子是在 在一個 武漢寫下來的 這個曲是日月坦 日月坦 是坦不少 在日月坦寫下來的 一首創作 對 我們創作的動機 就是 常常我們 我們兩個坐下來 就會開始 JAM 可能我會給他一個 Core 然後他就 因為這個 Core的 的 和聲 然後刺激 然後就有一些 旋律出來 這是我們大部分創作的 動機 那當然有時候 會 可能 我們分開 分開各自生活 然後 然後 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 突然 有選舉出來 這也是我們創作的 方式 對 好 這首叫 No more Each Keys